这节课 咱们继续讲 孟子许行 上节课咱们讲到了 就是在许行里边 比较长的这一段 给大家翻译了 前面的内容 还有最后一句 咱们现在也给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鲁聪约 后边 实际上说 攻击 冗敌 惩罚 金书 楚国 后边这个是咱们加的一句话 你可以画一括号 楚国这样的国家 加一括号 周公尚且 还要攻击他 你却向他学习 这简直是 越变越坏 刚才咱们讲的 最后一句就是 意为不善变 不善变 咱们给活意为 越变越坏 这个意字 咱们说 加强语气 加强语气 在现代汉语里边 一种方式 是给加个金财号 在这咱们就加两个字 这简直是 越变越坏了 刚才咱们还说到 这个 这个 原文中 江汉以拙之 秋阳以曝之 那么 明明说的是秋阳 为什么咱翻译的时候 翻译为 夏天的太阳 这就请大家 回忆一下 咱们在讲 诗经七月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的 这个三征问题 就是三个征月 三个不同的征月 夏商周 三朝 他的征月呢 都是往前提 从咱们现在用的是夏令 他到商朝的时候 把这个征月 提到了12月1号 作为征月 到周朝的时候 到周朝的时候 变成了 十一月1号 变成了整月初一 这样呢 就和夏令呢 差了两个月 然而它季节并不变 就是还是123 是春季 456是夏季 七八九 七八九是秋季 十十一 十二是冬季 那么咱们大家如果 带了笔记的话 可以把那个表 你找出来看一下 这三灯那个表 你可以看得很明显 就是周朝的这个 秋天 有两个月 是真正的夏天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所以他说的这个秋天 实际上就是夏令的夏天 刚才都说了 四五六月 是夏天 但是 他在周朝呢 因为他提前了 所以他那个秋天 七八月 他的秋天的 本来是应该是 秋天的七月和八月 实际上是 夏天的五月和六月 就是因为有这个三灯 所以 这说的是秋阳 实际上说的就是夏天的灯 你想他这说的 肯定是 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那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当然是夏天 不可能是秋天 最炙热的时候 那是夏天 所以这说的秋阳 就是因为 他用的是周历 那么周历的秋天 三个月里边 秋天的三个月里边 有两个月是夏天 所以这说的秋阳 咱们必须得给他翻译成夏阳 夏天的太阳 这个就是三针 在这个先秦文献里边 造成的一些 比较容易混乱的地方 所以咱们在 读先秦古书的时候 就必须知道 这个三针这个问题 这样你碰到这样 类似这样的情况 你就知道 这个是因为他差了两个月 所以这样的秋天 实际上说的是夏天 而不是秋天 这个曲行呢 还有最后两段 就是大家看这一段呢 孟子主要从 对老师的态度 和对荣敌的态度 这两个方面 批驳 这个 陈相和陈心 来批驳这个陈相 就是说你 首先你不能 不应该背叛老师 其次 你不应该 向荣敌去学习 不应该向 这个 许行去学习 那么 这个陈相呢 他对这个呢 他没有正面的回答 因为 这个孟子呢 也是很善变的 他这个 言词呢 他有引经据点 理由充分 陈相也没有想 说什么词来回答 他呢 就是 转变话题 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明 曲行的学说 是 非常好的学说 这就是 下边的 这一小段 从许子之道 则释驾不二 国中无尾 虽始 无耻之童 世事 莫之祸妻 不伯长短童 则驾相若 马里思绪 轻重童 则驾相若 五谷多寡童 则驾相若 巨 大小童 则驾相若 这一段 整个说了一个意思 咱们看 他说的什么意思 从许子之道 就是 这个从 在这可以活以为 遵循 许子之道 还是许子的 曲行的学说 则释驾不二 他这呢 其实有一个 如果 如果我们 都 遵循 许行的 学说 那么 这个则呢 就是纳末 是 价不二 这个价字 大家看的是一个 甲正的 那个甲 但是这个甲呢 实际上就是 和这个现在 价钱的价 又是古今字 又是后来 给他 加一个单列人 专门 用于 价钱的价 和这个 价字的 其他 引申意思 相区别 市价不二 就是说 市场上 同样的东西 没有两样的价格 都是 价钱都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他主要是说呀 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说的就下边 这四个字 国中鲁尾 这国呢 显然是 指的是 城市 这个咱们说过 这个国人跟野人 古代呢 是城市里人 叫国人 城市外边的人 叫野人 那野人不是说 在山上的 而是就说 城外边 就叫野人 国中鲁尾 就是城市里边 没有欺诈的行为 城市里边 有没有欺诈的行为 虽史无始之同逝世 莫之获妻 虽 这个古汉语里的虽 有的时候是虽然 但是很多的时候 都是即使的意思 这我也说过 虽然跟即使呢 它的意思有点接近 但是即使的 这个意思呢 更 更强 它的这个意思 更强 所以在这儿呢 应该用即使 即使是 尺 无尺之同 是尺 这个尺就是让 无尺之同 就是无尺高的 小孩 那现在可能有同学 小的五尺 那相当高了 五尺 现在这个六尺 就是两米了 五尺就是一米六七 那小孩一米六七 那相当高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尺呢 它这是先秦 先秦时期 也就是说 两千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的尺 比现在要短 短得多 就是中国 杜梁恒 杜梁恒 咱们说 从古代到现在 经过两三千年啊 它是在不断的变大 包括尺子 秦 和这个 容积 这个生啊 什么的 同样叫一尺 但实际上呢 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越便越长 所以这个五尺 根据现在 学者的考证 当时的这个五尺 孟子时时代的 这个五尺 只相当于 现在的三尺半 一米多一点 大概就是 上公骑车 还不用买票的 那个高度 所以它就是 孩童 小孩 室室 第二个是呢 就是急事的事 第一个是呢 就是到 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咱们中学学过 莫之或期 这个呢 你要理解的时候 可以理解为 莫或期之 但是在这儿 注意不是道庄 这是最正常的词序 这个到 咱们讲完 取行之后 马上要给大家 讲这个问题 就是所谓 否定词后面的 代词 并于前置 问题 在这儿咱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记住 莫之或期 这不是道庄 是正常的词序 但是咱们理解的时候 可以把它理解为 莫或期之 这样你可能理解起来 比较容易 比较好理解 但是你如果 你要做一篇古文 你要写莫或期之 那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你 你这古文还不及格 古汉语不是这样的 那是错误的词序 莫或期之 莫就是没有 或就是有人 那没有家有人呢 还是没有人 没有人 欺之 就是欺负他 欺骗他 即使一米多高的小孩 到其身上去 也不会有人欺骗他 说的是这个意思 下边还是说这个意思 不薄长短铜 则价相弱 价相弱 就是价钱一样相同 这相弱在这是相同的意思 这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地方 相弱本来应该是相似 但是在这个课文里边 根据他的上下文 应该理解为相同 布薄 就是说这个布 薄也是私质品 布也是质品 那么布和薄 它的长短一样的时候 因为他对这个前提是 辅宽是一样的 辅宽是一样的 那长短一样 他面积就一样 面积一样的 他价钱也一样 马里斯序 轻重同价 价相弱 这个马里斯序 都是古代 用来制衣物的东西 所以他放在一块来说 就是说这些私质品的原料 轻重铜则价强弱 它们的重量如果一样 那么它的价钱也相同 五骨多寡铜则价强弱 五骨咱们上节课讲了 五骨是那五骨 在这儿就是泛指粮食 这五骨就泛指粮食 不是说特定只指那五种粮食 多寡铜 他就说也是 其实这多寡也是轻重的意思 就是重量一样 那么它的价钱也相同 巨大小铜则价强弱 这个巨呢是鞋 鞋大小一样 那么它的价钱也相同 这个巨呢在古华业内呢 它特指麻鞋 用麻做的鞋 这几句呢 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 如果大家都听从 或者说都遵徐 许子的学说 那市场上 同一种货物 就不会出现 两种不同的价钱 城市里就没有人弄虚作假 即使让 即使让咱们好像现在来说吧 即使让三尺半的小孩 到集市上去买东西 也没有人会欺骗它 如果木博的长短相同 那么它们的价钱也相同 各种私质品的轻重相同 那么它们的价钱也相同 各种粮食的重量一样 那么它们的价钱也一样 麻鞋的大小相同 那么它们的价钱也相同 它在这呢 它又换了一个角度 为许行的学说辩护 就从这个 它说呢 听从许子的学说呢 那就不会有人弄虚作假 大家都非常讲诚信 不会连小孩都不会去欺骗 就是从商的人都会很讲诚信 但是它这个举的例子呢 它其实有很严重的问题 它说这个布博长短一样 那它的价钱就一样 这就是公平合理了 就说不会有欺诈的 本来这个布是十块钱一米 这个三尺应该值十块钱 有人偏把它卖一百块钱 这是七大行为 他说呢 就不会有这种七大行为了 但是呢 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布博呢 它本身呢 它有品种 有质量的 有很大的差别 你比如说拿布来说 那就各种各样的布 有很精细的 很精致的布 有很粗糙的布 博也是一样 鞋子也是一样 鞋子有很精细的 做的很精细的鞋 有很粗糙烂造的鞋 这样 即使它的尺寸是一样的话 那么它的价钱 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因为咱们按照现在的 这个经济学 它投入的这个劳动量不一样 所以它在这个 实际上的价值不一样 那么它的价钱也应该不一样 所以孟子正是 从这个角度来反驳它 孟子说 福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或相背喜 或相失败 或相千万 子弼而同之 是乱天下也 句句小句同价 人其为之灾 从许子之道 相帅而为为拙也 物能指国家 它就从这个角度来批判它 反驳它 福物之不齐 这个福呢 还是发语词 没有任何意义 物之不齐 这个物之不齐 指的是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各种东西 它的品种质量是不一样的 物之情也 这个情呢 在这是本性的意思 本性 货相背喜 货相失败 货相千万 货 咱们说过 货在古汉语里边 一般都翻译成有的 或者有的人 有的情况 有的东西 在这就是有的 有的货物 相背喜 就是这个背是一背 喜是五背 这个相呢 就是 就是比较 比较起来的话 相差一倍到五倍 或者相差一倍到五倍 或者相差十倍到百倍 或者相差千倍到万倍 它的质量 能差这么多 子弟而同之 这个笔 这个笔在这儿念笔 就是强和在一起的意思 这个笔咱们讲过 咱们上这课刚刚讲的 就是说他 在甲骨文的字形里边 就是两个人 这个形状 就是这样的 两个人好像 朝着一个方向 所以他的本意是摆在一起 在这儿呢 是强和在一起 它有这么一个意思 你把它勉强地搁在 把这些质量 插了这么多的东西 你把它相提并论 说的这个意思 是乱天下业 这个是 在这儿还是这的意思 这种做法 就是扰乱天下 下面呢 它继续 说明这个问题 巨巨小巨从价 这个巨巨小巨呢 本来字面上的意思呢 是非常大的鞋 跟非常小的鞋 但在这儿呢 它实际上用大小来 代指这个东西的 质量好和质量差 所以呢 可以翻译成 这个制作粗糙的 制造精细的鞋子 和制造粗糙的鞋子 巨巨小巨 同价 这两种鞋子 如果都一个价钱的话 人7为之在 这7 还是咱们最常见的 这个难道的意思 那么人们难道 还会去做吗 你这个 做的很好的鞋 跟那做的很差的鞋 都是一个价钱的话 那谁还会去做鞋呢 它这用鞋呢 来说明一切的商品 那一切的商品 都不会有人去做 就混乱 就会引起混乱 从许子之道 相帅而为为者一 故能治国家 这是针锋相对 你看在这个 陈相 他在这个 为许子辩解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 就是从许子之道 这五个字 孟子说的 在这还是说的 从许子之道 那么 就是说呢 大家都遵循 许子的学说 相帅而为为专业 对相帅 注意 这个在古华语里 是固定用法 不能拆开解释 相帅 相帅就是相继的意思 相继的意思 一个跟着一个 相继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相帅 是固定的用法 固定搭配 而为为专业 为为就是造为作假 屋能治国家 这个屋呢 是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 这段话 给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孟子最后的这一段 孟子说 各种东西的品种质量 不一样 这是他们本来的性质 他们的质量 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 有的相差十倍百倍 有的相差千倍万倍 你把它们强合在一起 或者说勉强的摆在一起 混同在一处 这种做法 是在扰乱天下 最后我加一个阿 老万千下 如果制作精细的鞋子 和制作粗糙的鞋子 价钱都一样 那么 人们难道 还会去做鞋吗 所以 遵循许子的学说 人们就会相继弄虚作假 这样 又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 许行这篇课文 咱们就讲到这儿 就讲完了 现在这篇课文里面 有几个常见字 咱们给大家重点的讲一下 首先是第二段 首先是第二段里面的 陈良之徒与 陈相与其弟心 负类似 这个负字 这个是咱们要讲的第一个字 这个负字呢 在甲骨文和经文里边 现在都见不到 所以这个负字呢 应该是也是一个比较晚起的字 所以他这个加关字形 积文字形都不知道 那么他比较早的意思 就是背着 背仔 这个例句 就是庄子逍遥有里边的 水之机也不厚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就说水如果不是很厚的话 那么他在扶起这个大船的时候 就没有力量扶起 这个负大舟 就是背负 载 第二种用法呢 是对不起人 这个 是战国策旗策里边的一句话 客国有能业 无富之 未尝见也 就是这个客人呢 这个门客 果然是很有才能啊 我对不起他 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他开始没看出人家 有这么大的本事 所以小看人家了 第三个意思呢 是失败 无异于胜负之术 这是在实际里边啊 胜负 这个咱们现在 这个失败的用法 在现代汉语呢 还经常用 胜负 那么对不起人 这个在现代汉语里边呢 比较少见 而背这个意思呢 有的时候你还能看到 这是在比较文的这个 这个句子里边 所以这个 这三个意思呢 在现代汉语里边呢 基本上还能够看到一些 第二个 第二个常见字 那就是极常见字了 就是陈相见孟子 这一段里边 金也曾有苍林虎库 这个野字 这个野字 大家肯定想象不到 它的金文的字形啊 整个就是一个蛇的形状 它在金文里边 就是一个蛇的形状 所以这个野字 野字呢 在古汉语里边和这个 咱们这个 就称那个 他 就是那个 那个动物的那个他 一个宝贝 一个笔舌的笔子 那个那个字 是一个字 这个他和这个野 在古汉语里都是蛇的意思 都是蛇的意思 那么 咱们现在讲的 咱们碰到的呢 咱们在现在 在古汉语里看到的 这野字啊 很少有当蛇字讲了 因为他 就是借用为蛇词 咱们就讲这个 奔驰的驰 那时候 就说马 旁边放了一个石 所以这马 他肯定要快跑 那这个 这个呢 在这个池子里边 可以看到的野字的 它的本意 但是在古汉语里边 野字大量用的 百分之九十多的场合下 都用于虚子 建议为虚子 第一种用法呢 就是加强语气 今野 美食不饱 这个呢 在咱们 取行这篇课文里边 今野 这种说法 还出现了好几次 这是现在的意思 在这呢 加强语气 你翻译的时候 可以说 现在啊 加一个啊字 第二是表示判断 就是 咱们最熟悉的 折野句式 后边总得有一个野字 前面有一个折 后边有一个野字 第三种用法呢 是 也相当于也 表示疑问 子章问 时事可知也 其实应该是 时事可知也 可以知道吗 就时代以后 还能知道吗 所以这个野字 这几种用法呢 咱们大家一定要很熟悉 因为这个字太常见了 当然野字的用法不止于此 但是主要的 最常见的是这几种用法 下一个常见字 是这个 草木畅茂 禽手繁殖 当摇之时那一段里边 这个唱的 这个唱的首先是通唱的意思 这个周易里边有 每在其中而唱于四肢 每在其中而唱 通唱 在四肢里边都通唱 唱于四肢 在四肢里边通唱 从通唱这个意思 又引申出旺盛 那么就是应该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它就是说 这个植物长得特别通唱 这唱这个字呢 在甲骨文经文里边也没有 所以咱们也没有 这个甲经文的字形 那么它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旺盛 这个例句呢 就是咱们这个课文里边的 草木畅茂 这草木长得都非常旺盛 谈茂 第三个印法呢 这个比较 这个就在现代海里 不可能浮现 就是真正 青山特离俗 才德畅合体 就是西乡记里边 是这个 所谓古代的戏剧里边的 里边的一句话 那么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碎字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这是咱们这节课要讲的第四个常用字 碎 在这个字呢 今天的几个字 共同特点就是 甲骨文经文里边都没有 除了那个野字 是那个蛇形 那么这些呢 说明了它都是比较晚起的字 碎字呢 首先是成功的意思 吴文先生 侍卫 我听说啊 先生您 给卫国 做事 不遂 这个不遂 就是没有成功 第二个用法呢 最常见的 就是咱们也是比较熟悉的 就当于是讲 就中工武生 金江士 这是咱们讲的那 正博客等医院那篇课文那边 碎物之 于是 讨厌他 第三个 就是竟然 这个竟然呢 咱们课文里边 这是一个句子 尸死而碎被之 老师去世之后 竟然背叛他 更著名的一句 是在这个 史记 这个孙子无起列传里边 这个孙庞斗志 咱们看过那个电影的同学 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事情呢 也都知道 孙子和那唐娟斗志 这个唐娟呢 最后呢 他输给孙子 然后他 这个 在那个术前 自吻而死 他自吻之前 说了一句话 他说 碎成 树子之名 树子是 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说那小子 就是说他 他不服气 对吧 死之前他对这个 孙子啊 他还是不服气 但是呢 确实 输给人家了 所以他自杀之前 他说碎 碎成 树子之名 翻译成现代汉语 说竟然成了 那小子的 名声了 就是用 他这个 拜给这个孙子了 所以呢 这个碎 在这儿就必须翻译为 竟然 而不是于事 那你要翻译成于事的话 那就一点味都没有 根本不是他 原来要表达的 那个强烈的意思 所以这个施死而碎被之 也必须翻译为 竟然 许行这篇课文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今天这个课呢 也就上到这儿了 好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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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